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彼此之间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而感到自卑,就算很丑,也可以丑出自己的特色啊,不是吗? 你不需要听别人怎么讲,只有保持自己的本色并发挥到最大化,才是聪明人的做法呀 只要你专心做自己,就没有错 不需要去在意任何人的否定,还有批评 别人说你有问题,只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看待你,并不等于说你真的有问题 永远都要记住了,只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就没有错 就应该坚持下去,不要总是气馁嘛 而应该,肆意地去发挥自己的本色 这样才是真正做自己 靠自己 你才能够得到专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们总是想成为别人眼中,所谓比较好的人 可是那个别人眼中认为好的人,是你想要成为的吗? 是你原本就想要成为的吗? 还记得你年少懵懂,未经世事的时候 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吗? 现在人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在一线城市里面买的房子,买个房子 有车,再有点存款 再有个幸福的家庭 这就是好的 挣到大钱,就是有出息的 可是这些,真的都是你想成为的吗? 偶尔坐下来 给自己泡杯茶 淋个烟 看着窗外的风景 凝视自己的内心 去想一想 在我们年少无知的时候 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